今天我们来到美嘉边境百年的海滩公园 很特别的是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们安利进来31度 这里才25度 走到靠近海边才发现原来 这边人更多 大家都下溪玩水了 今天水好蓝哦 真棒真棒 看到远方的雪山 是美国的贝克雪山 隔着大海的对岸 就是美国的华盛顿州 当天气晴朗的时候 海天一射 就宛如天空之尽 非常非常的漂亮 停车场很大 我们刚停的时候大概只停五分之一 所以假日来的话 人一定相当的多 我们就在树荫下休息 然后右面前方就是一个咖啡厅 上午时间不敢喝咖啡了 然后就叫一杯冰咖啡来喝一喝 我们就在坐前方 带了一把椅子 哦两把 只拿一把出来 哇这边好凉罐 很不错哦 这边有供孩子们玩耍的游乐盛室 还有兼咖啡馆 这个蓝色的一个步道 往海边走 哇这边人更多 快六点的 太阳还这么大 这里是大温哥华地区 难得邻近悠闲的海滩 当退潮的时候 水平如尽相当的美 你看看海边 你看看海边这边 有一根好大的树干哦 它什么时候飘过来 好特别 作为拍照的好景点哦 哇水真的好蓝好蓝哦 看着百年沙滩 雪山 真的美如画卷一般 海边最美的画面就在前面 阿公坐在那边 欣赏海景